Hello,大家好,我是风胡 刚才来了一遍,摄影师我摄出太久没有了 所以又让我再来一遍 那确实最近比较长时间没有再分享自己对于行业的一些观点 大家也会看到今年以来呢 我们在几只产品上还是算是抓得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也让很多粉丝跟上了一个节奏 那这个也确实是随着你的资源投入能够带来的 那这种成功的背后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因为基于去年年底开始 我们就在思考很多产品的一些底层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去思考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提权布局 所以导致我们能够抓住市场的一点点的脉络吧 能够去预测出或者跟得上 包括现在是我们还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产品储备都不敢发出来 怕这个我们先发了 到时候品牌不会跟 觉得说哎呀这个没面子 要让大牌先发 我们后面再跟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那这次呢我想来聊一聊的 就是关于最近比较火热的薄荷奶率 其实大家会看到从去年以来 薄荷糖跟苏宜一样一直在想办法转型和升级 但是确实是 义和糖的这部分转型升级的效果来看 不是特别的理想 他把自己的这种拉高价位啊 和做水果茶的定位 其实大家会看市场没有特别的接受 但是最近的这个薄荷奶率呢 让义和糖在整个的市场的反响 和整个的互联网的传播 又有点成为一个小爆品的一个感觉了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可以去思考的 就是第一就是这款产品首先 它是回归了这种叫做不变的口感的部分 因为薄荷本身就是一个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来 在咖啡里面一直有的薄荷糖浆这些属性 就是我们的这种口感里面 对这款产品 包括跟夏天这种冰凉感和高外面 特别好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符合了我们长期的口感的 不变的这个鲁液的 它也不是纯粹的一个薄荷 它是加了一些香草的 香草这个口感呢 确实也是大众比较受欢迎的 为什么在冰淇淋里面香草一直是一个独到的一个口感 所以就是香草薄荷的这两个东西 都是算是比较经典的部分 它结合起来 这个在口感上迎合了一个部分 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产品的判断的时候 也是有一款薰子 我那时候一喝到这款产品 我就说这款薰子一定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符合大众口感和经典的 但是我们在市场当初找了好多产品 其实很多产品都没有去准备这款产品 也没有调试好 所以这也是使我们推迟了好久 到现在才慢慢确定这个厂商的信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关于颜色的一种蜂巢的问题 从这个泰绿开始 我们确实包括今天有一些黑色的玲珑茶的概念 其实颜色也是用户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接受度 那薄荷的这种绿也是看起来一种比较天然的色系 所以大家对它的这种接受度也是会比较高 包括说最近的这个霸王别姬 在推了一款这个梅龙瓜绿也是很受欢迎 它的包括它的整个包装 再加上这个出来的产品效果 所以像梅龙瓜它本身已经在去年就已经不错的一个产品 但今年这个霸王茶就同时在做它 还能把它继续做的一个小爆发 也是这个逻辑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户群体的匹配度的问题 因为一合堂和蜜血冰层一样 它针对的都是这个总体端的市场 所以它当初做这种一下把价格拉高 做这个水果茶肯定是不太靠谱的一个事情 但是对于说薄荷奶绿 特别奶绿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产品 在这种中低端品牌 它其实包括说我们的很多用户 它开店的地方这种学生群 它要的就是这种简单 然后操作方便 然后又有一点小记忆点 那口感上又比较干净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种产品 我觉得是它有它的一个底层的爆品逻辑 大家还是会觉得它很有记忆点 那继续的持续的为它买单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款产品的一些底层的一个逻辑 前段时间这个义和堂也在重新想要塑造它的这个烤奶 但是这个关联呢 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希望有机会下次来跟大家分享 好 这次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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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